大家好,我是山姆 我每次在开这个基地训练团体课的时候 总会遇到几个膝盖不适的民众 那他可能是因为走路啦,跑步 或是打球,或进行基地训练而受伤 那基地训练而受伤的部分,山姆可以分享一些建议,供大家参考 初学者在刚接触基地训练的时候会发现,进步的速度会很快 尤其是男性 那以背蹲矩来说,你可能每周可以增加2.5到5公斤,甚至更多 你会沉浸在追重量的情况是很正常的,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甚至你会开始拼所谓的最大激励,就是ERM的重量 那每次训练你都想要去破自己ERM的记录 但其实你越接近ERM的重量的时候,就越要求你动作的成熟度 或者我们会说扎实度 也就是说在高 附和的情况下,你的动作完成度是不是还可以维持得很好 那此外在拼ERM的时候,其实失败率相当高 那失败率相当高,你学习到都会学习到一个比较有错的知识 那这时候你的受伤风险也会增加 那这个情况在所谓的团体课可能会更为严重 因为大家会有竞争,会有比较的心态 所以在不服输的情况下,这更会增加受伤的风险 所以对教练来说,其实不管是一对一或团体课来说,你都要扮演好一个踩刹车的角色 不要选手说加,你就加 受伤的部分不见得会发生在肌肉上面 可能会发生在结地组织上,像是肌腱 因为肌腱负责是连接肌肉与骨骼 它其实可以传递力量之外,同时也可以提供动作的稳定性 但肌腱里面的血管其实是比较少的 所以流进去的血液比较少 那血液少也就代表着 里面的氧气跟氧分攻击到肌腱就会比较少 但进步的幅度,它进步的幅度就不会像肌肉来的这么快 但可能初学者在接触肌力训练的时候,因为重量一直加 那它没有充足的时间让肌腱带去好好发展 那它的强度会跟不上肌肉的强度 那这时候风险就会增加 那可能在拼重量的过程中你的动作稍微有一点失误 肌肉还受得了 但肌腱可能就会受伤 那肌腱因为血液流量少 所以你要恢复相对也会比肌肉慢很多 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有的人伤势一直都没有好 他会觉得为什么伤势一直都乱续续 因为 肌腱不像肌肉那么容易的好 那这也是为什么伤务会建议初学者练1乘20 因为较高反复的次数能够确保 更大的血流量 对于韧带基建的肌力发展会更有效率 那我附带一提 成年人 供应至韧带及基建的血管 量也会大幅减少 所以你要强化基建韧带 会比较困难 所以你在进行所谓的高反复次数的时候 其实你要做久一点 我不是说不要进高强度而是你这个高反复次数的时间 可以做久一点 去发展他肌腱韧带的强度 毛细血管密度 这件事情急不得 那在练1乘20的时候呢我建议你不要急的加重量 因为这个阶段的重点不再拼重量 不再拼重量 这是一个重点 我会建议如果你连续上次训练都能够用同样的重 同样的重量 达到23次的反复次数的时候 下一次再增加重量 比方说你第一周去一周训练两次好了 你周二练周五练 每次课表都有所谓的杠铃倍吨举好了 你第一次的周二训练用60公斤 杠铃倍吨举可以做到23下 那你周五 我建议你要同样拿60公斤做杠铃倍吨举 看可不可以做到23下 假设还是可以的话 下周二就是所谓的 连续的第3次训练 同样拿60公斤 然后看可不可以做到23下 如果你 你连续3次都可以达到23下的话 那你下一次的训练就可以尝试增加5公斤 这是我一个建议的方式 就是其实你看起来好像 增加重量很快 很慢 但这个 阶段就不是要去追重量 那进行23下有一个重点就是 你不是23下 不是做到第23下力竭 我们没有要练到力竭 其实初学者也不该以力竭为目标 因为力竭很容易就动作跑掉 动作跑掉就很容易受伤 尤其对初学者来说 你肌力训练越久的人 你可能稍微跑掉都不会受伤 那初学者不一样 因为你的动作肌肌认大呀什么都还没发展起来 你可能稍微闪失一下就会受伤 那你做完23下之后 你应该还可以绝着在做做2到3下 OK 但 你就只做到23下 这就是保留次数的概念 保留次数到2到3下 所以你每次碰到23下的情况下 并不是 刚好力竭23下 而是你还可以做2到3下 但你只做到23下 这种适应重量的方式可以让你 动作更加成熟 发展你的肌肌认大的强度 增加毛细血管的密度 同时也会改善你的肌力 而这种进步方式可能会达到数月之久 好几个月 你只要会进步其实你就不要急着换强度 比如说不要进到15RM或10RM 那进到高强度是未来的事情 但你现在先通过高反复次数来打底 未来你走的路会更加安全 更加顺畅 以上分享